二王子寄予王储宝座 坦言想跟玉坤家族联姻 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七十一岁的马哈国王家里有王位要继承 海外四子无疑是最佳选择 不光才华横溢能力突出 而且都政治壮年 是泰王最理想的接班人 曼谷之旅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二王子还是沉浸其中 期望再次得到泰王的召唤 年轻时候的马哈冷血无情 为了保住自己的继承权 居然狠心流放四个儿子 现在到了佣人之际 马哈国王又改变了想法 要把海外四子接回来 有这么反复无常的父亲 二王子不光没有任何怨言 反倒积极主动保持联系 可见在他的心里王位要排第一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二王子跟马哈是同一种人 为了权利可以放弃一切 如今二王子已经42岁 依旧保持单身的状态 就是为了用婚姻换取更大的利益 现在的二王子是泰国王室鼎容 很可能就是下一任泰王 很多名门千金自然有意联姻 二王子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也坦言自己想迎娶泰国本土女子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落叶归根 其实二王子的话已经说得很委婉 真实目的是想跟玉坤家族联姻 在夺敌大战中助自己一臂之力 不得不感慨二王子是个聪明人 不光懂得自己要什么 还拎得轻是非屈直 联姻才是最大的捷径 很多网友嘲笑二王子痴心妄想 其实一切都是游记可学 既然马哈国王已经放松管控 泰国王室上下肯定也会效仿 对海外四次敞开大门 三王子作为医学博士 宣布自己的事业版图将扩展到曼谷 也是得到了泰王的准许 不少王室专家更是预测 海外四次即将归来 曼谷王储将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玉坤家族连续失去三位掌门人 这个时候需要培养新的势力 跟二王子结盟才是最好的选择 身为泰国王室成员 基本上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 他们的宿命都是政治联姻 随着怕公主的倒地 马哈国王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开始重用二王子 事实上海外四次都很不错 能文能武还备受老百姓爱戴 让他们当接班人也很放心 根本原因还是提帮公泰谷成器 身患学习障碍症 还有一个无女生 即使泰王曾经无比宠溺提帮公 在无情的现实面前 还是不得不移众二王子 不少王室粉丝也表示理解 他们一方面喜欢提帮公 另一方面也看好二王子 王位继承人身上责任重大 二王子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只有他才能带领王室走向光辉 这段时间提帮公公务数量骤降 一切也变得游击可循 看来马哈国王在掉头的同时 也在暗中保护小王子 不愿意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二王子现在已经成了主角 他的婚事也是备受瞩目 一旦玉坤家族答应联姻 证明泰王已经下定决心 要册封二王子为王储 王位继承人已经选定 在这个结果眼上 玉瓦提达王妃无比高调 不断在社交平台上刷存在感 看来二王妃一脉 已经提前庆祝胜利 或许得到了泰王的某种承诺 总之觉得自己已经是宫斗冠军 不得不感慨二王子是个狠人 将婚姻当筹码 只是为了顺利起位 当年的马哈被迫迎娶送杀瓦丽 如今的二王子却是求知不到